Hello,我是自家種植的陳敬天 希望幫助到大家了解植物和享受食物 剛剛回到教會回來 有個姐妹問我 有什麼植物可以減少蚊蟲 她以為香草可以減少 以我的經驗就狀況不大 但我現在所介紹的這種植物是有用的 不是驅的,是直接融了去 吃了去 是一些食慾植物 有很多類型的,有茅高菜 有豬龍草,有暴蟲筋 還有一種,我忘記了 總之有好幾種的 種種我都養過 我覺得最容易存活,性價比最高 和最乾淨的,就是暴蟲筋 我確定了這個方向之後 我就繁殖多N的品種 希望可以讓別人享受它 這麼巧 有些東西剛剛好 她就多了個兒子 我會分多一波出來 這個品種叫做 威式暴蟲筋 這個是我香港朋友繁殖的 跟她買的 在Facebook有個專頁叫做 肉食植物的專頁 就有100元一盤買回來 我繁殖了很多盤 她這些一粒 可以繁殖多一盤出來 也是繁殖的 有很多盤的 我廚房那裡都有炸 一粒粒的 就是那些小蚊子 養這麼多植物 當然會有些 所以 繁殖越來越多 你不要看它很小 養養下養下就變成這麼大 然後養下養下就變成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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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然後就放進去 用水苔種 用泥種也可以 不過用水苔又乾淨一點 不會有害蟲 它本身就是 沼澤類植物來的 就是亞馬遜森郎那類 我用柱水式種植 這裡栽了水 一個星期給一次水 就不用怎樣給營養液肥 這樣就慢慢大 一個星期給一次水 那就光普燈 還有有時候用邪射燈可以的 它對陽光的要求不是很大 但是不可以沒有 斜射光也可以 就是這樣分享 答應了朋友介紹怎樣繁殖 就講解了 希望遲些這些都會拿去賣的 繁殖越來越多 就是成熟了 還有我這裡繁殖應該是穩陣一點 因為香港用回香港水 還有都半室內的環境 都純室內的環境 這樣就應該 那個差距不會很大 不會跟養殖牆的差距分別很大 但是傳媒率應該高一點 照道理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很久沒有拍片 還有分享最後一些技巧 如果你不是買了這些儲水式盆栽的話 用這些盆栽的話 都可以的 盡量用下面栽水浸 都是一個星期一次水 好看那個環境的 那個環境乾燥 或者曬 各樣東西 水量不同 還有那棵野的大小 水量都不同 還有還有 我舔過的東西 就是 我以前租了一個地方 玩種植的 接著呢 有隻老鼠就進來 接著呢 就淨淨淨淨淨 一辣過吃光 老鼠是會吃這些東西 就是很好吃 逐粒逐粒吃 這樣呢 我曾經有想過 譬如我工作的環境多蚊 就養一堆這些東西 去減少蚊子 這樣呢 接著是會給一些小動物 或者 總之是給一些東西吃光 是的 就是 撞板過的東西 希望大家不要再撞板 今天分享的東西 就是這麼多了 拜拜